阿甘你今天這個造型這麼有文學修養 你喜歡看什麼四大明珠? 如果你要在龍珠、藍兒多樂樽、One Piece和火影選擇的話 我會選擇 我講西遊記、紅樓夢、三角演義和水虎轉的四大明珠 我會喜歡看西遊記 為什麼呢? 除了Only You之外 我發覺它很像我 很像我的人生歷練 因為我發覺壓力越來越像孫悟空 我的頭髮脫得越來越像三不正 身形肥到好像William那樣的豬八戒 還有好像唐真那樣碎碎臉 還有最最最重的一點就是我越來越近西天 那你也要抽一下William 好了,那我們今天爆什麼遊戲? 這是西遊,但是後技來的 前技留給你剛才說的那一批 好,那事不宜遲說一下今天8月金的遊戲如何玩 好,這遊戲其實要輕輕說一說 因為這遊戲是一個香港人設計的遊戲 是的 裡面有幾貼心 有中文英文說明書 有日文說明書 還有英文說明書 那我們今天是不是用日文來教? Yam at Day 我只會講到Yam at Day 還有Kivogi OK 好,繼續 這遊戲其實很簡單 是卡牌遊戲 最重要是有兩個贏的方法 要是到End Game條件 只要手頭上的牌加起來深深越多就贏了 或者成為最後一位人留在場上就為之贏了 即是可以打死人的 是可以的 玩法就很簡單 開頭每個人大概有四張手牌 然後到你那時候就看看你手牌是不是沒有 沒有就可以抽牌 假如有牌的時候就一定要打一張牌 打一張牌就會行上面的功能 嗯 那有什麼功能呢? 大約講一下 大約講一下 就是抽牌 或者去搞別人的手牌 每些牌是會有攻擊 或者防守 說明 他究竟是 防守型 被人打的時候會穿他的技 或者他根本去搞別人手牌 抽別人手牌 或者跌殺人手牌 那什麼時候會完 完的時候就是當若果 看看多少人玩 完的時候就看看副牌會不會洗兩次 或者三次 那就會觸發 End Game 條件 或者 因為有些是會攻擊牌 會令到別人跌手牌 就令到有些人 沒有了手牌 那你只剩下場上還有那個 看那個就會贏了 哦 要不就打死人 要不就 最多心心 最多心心 跟著就 那個 End Game 條件 如果踏牌玩 洗一次 兩次或者三次 兩次或者三次 跟著就會完遊戲 這樣都很簡單 還有這些角色我見得到 都是 第二就是我們耳熟人牆 西遊記裡面的角色 沒錯 還有我看到工手 我先弄個算盤 來看一下 其實呢 這遊戲是講明後記 是很搞笑的 就說呢 那些人去了西天 西竹 拿到一些經 回去 是 發覺有些就遺留了 拿到一些 拿到一些 變成那些人就衝過去 又想繼續去拿經書 整堂的故事就這樣 那心心就代表了心經 所以其實呢 其實你當是 這堆人又想再去多次 取西經的情況之下 那些人 在西遊記裡面見過 都會再出一次 都會出現 對呀 真是 真是好似 William 不是 我說似你 你也是要抽William水的 好 好那今次這個西遊記 你會覺得 適合什麼人來玩呢 其實我覺得 它是有些卡牌易能的 還有有少少玩心理 因為你要猜別人的手 要令別人手上沒有了 心心 他會輸 所以也有少少猜心理 但是一個 很歡樂的遊戲 都要抽牌 看少運氣 朋友之間 我想 若果有少少仇恨值 玩這隻都一流 好那今天呢 我們介紹的就是 西遊後記 希望你會喜歡 下集再見 拜拜